上脚脚干真的太奇怪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Lio 今天大家听的是AGE2X的一个穿着的简单体验 先说一下 后续也会给AGE2做一个横向对比的测评 因为现在他们的价格在平台上面并不高 而这次的中底真的太吸引人了 它这个镂空的地方 其实它这个TPU真的是很好的衔接了 你的脚 这双鞋的后跟它的设计是重新来做的 和AGE2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鞋底的这个TPU 这两块TPU 准确来说如果你的脚劲够大 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是推动感 这是一些碳板可以带来的效果 但是这双鞋鞋也非常简单的让它实现了 穿着过后它的重心确实有一点点高 确实有一点点高 所以说你后卫打法完全不用考虑这双球鞋 如果你是前锋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双球鞋 而且你的重量一定要在150斤以上 才踩得动这双球鞋的一个推动感 所以说这双球鞋 因为穿着过后的一些朋友 他都告诉我 如果你打法很暴力的话 就是很垂涎 但是我这种 相对于G2来说更加蓝力下鱼 后面我会出一个对比的视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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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